大家好,我是开心伙伴的杨少导 我今天要讲的故事是 他一个人的二牙齿 都不说到你们好乐 原来今天要礼拜森林美猪龙大赛 大家听嘴巴说讨论着 谁的牙齿最厉害 有人说大象的牙齿 游游游地看起来也很厉害 还有人说肚子的牙齿很甜 还有不断的抹眼看起来很厉害 还有人说老虎的牙齿 游游游地看起来也很厉害 到底是谁哥 原来是老虎泰格 我就是圣灵梅子王 哈哈 哈哈哈哈,我就是圣灵梅子王 泰格 圣灵梅王之后 泰格才会想得意 每天都在吃鱼 所以大家如果吃过好多残酷饼 都要睡觉 都忘记摔眼了 隔天就继续庆祝大山 有一天 还有人要睡觉的时候 然后 啊,牙齿好痛啊 泰格大见了 一身 牙齿好痛 有人听 圣子里都听到泰格 啊好痛说 有人好习惯 有 我听到 泰格说 我牙齿好痛 有 有 有 还有人通知厄女压医吃饭 展示厄 厄女压医说 泰格 你听闻好 多糖果饼干 都忘记摔眼 睡觉 你就直接睡觉 吐 都忘记摔眼 我吃 吃完 泰格说 我吃完好多糖果饼干 都忘记摔眼 啊 啊 泰格想起当时 一年没床 怎么可以 同样拖二女压医的帮助 他得继续摔眼 摔得又漂亮又干净 谢谢大家 我的过去讲完了